人比人近是人 但是 我觉得 知止与否 跟前世今生有没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对不对 灵魂不灭 绝对有关系 但是 是不是能够 这一生的知识 你看有很多人 这个 也是民校毕业的 你看到这 你比如说台大毕业的 对不对 读完台大什么 什么 法律系啊 什么系啊 哇这不得了 是不是 但是几十年后 你再看 他也许做到了 社会 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 就那么不巧 也许他坐在那个位置 在这一生来看 也许还可以 但是 搞不好 正在坐 正在 丧失了 下一辈子 进入到好的循环的 这个 队伍里啊 尤其你看现在 你比如说这一次疫情 这么多人 对不对 怨声载道 同样是当官 你如果可以造福人群 对不对 这个名留在这个历史上 大家称赞 是吧 但现在当官的人 你也都名校毕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几十年后的他 你在想着 他现在所做的 跟将来 如果还有来生 如果真的有因果 哇 那真的是开始冒冷汗了 那原来他读 读这些名校毕业的 那也不见得是个好事了 是不是 只是看你这辈子 要不要相信而已 对不对 相不相信有因果 相不相信有来生 相不相信有报应 是不是 所以 越年轻 你来到超医生与马的系统 搞清楚天地的真理 这就是你的福气 你说你今天名校毕业了 一晃 人都会老的嘛 一晃 四十岁 一晃 六十岁 一晃 退休了 你说一辈子 也就 做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然后呢 你说 你说 这个Berkeley毕业了 真的找了这么样好的工作 然后做个工程师 将来做个管理的 这个高阶 诶 总会老的嘛 是不是 六十岁七十岁 那要退休了吧 那也许那个时候 这一生 得到了 红尘忠 他对他自己来讲 哎呀 你看还可以 但是这辈子 弄完之后呢 那下辈子 到底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着落 还是像有些这些 政治人物 正在做一些事情 让下辈子 排不到这个好的循环里面去了 那你说可不可惜 可惜啊 那你说 那他们怎么愿意这么样奢侈的 就把原先的这个好的循环 就丧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 搞清楚这个究竟 是不是 所以人啊 明里啊 才会比较有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